預防乳癌的飲食準則 除了高鮮之外 胡蘿蔔素也是關鍵 主要今天胡蘿蔔加鷹嘴豆 來幫我們做料理 是 今天這一道菜 叫做普羅旺斯燉菜 首先我們會用到的湯底 因為我們今天要來做這個燉菜 我們會用到這鷹嘴豆 跟這個紅蘿蔔是已經蒸好的 因為如果你是生的話 它丟進去打 你要打很久 對 先把它蒸一下 然後再來鷹嘴豆也是先汆燙過 把一些雜味去除掉 鷹嘴豆它正常有些人是說蒸 然後汆燙其實也可以 酸湯也可以 沒錯 這邊我就是準備的是雞膠湯 剛剛提到這個豆類 其實大家一定要記得說 我們在煮豆類一定要煮熟 很多人他去用生的時候 沒有煮熟 他反而會吃到一些 豆類本身的天然毒素 對 這個很重要 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對 沒錯 然後我們裡面加一點點的鹽巴 我們先來打我們這個燉菜的泥 所以這算是它的基底 也可以算是它的湯就對了 沒錯 其實我們看醬料理 我覺得光顏色看起來就很漂亮 裡頭其實是胡蘿蔔 鷹嘴豆 甚至還有綠櫛瓜 想問一下素晴姐 這些食物對乳癌的幫助是什麼 其實乳癌的飲食幾個重點 剛剛一開始講的是 不要攝取太多高脂肪的飲食之外 其實高鮮還有一些好的抗氧化護 也很重要 像我們今天選擇的裡面 包括胡蘿蔔或者番茄 他們其實都有一些 類胡蘿蔔不足群的東西 之前曾經有研究發現說 如果這些女性她們把女性分成一群 分成三段的話 攝取類胡蘿蔔素在前段班的人 她們是可以減少將近三分之一的 罹患乳癌的風險 真的嗎 所以就是從日常生活中 攝取應該是有幫助的 為什麼說從日常生活中攝取 因為以前包括 無蘿蔔素的相關研究都發現 你刻意去攝取那些補充品 像保健品 對 有時候不一定有幫助 尤其如果你是有吸菸的那群人 你去攝取補充品 他們發現不會降低肺癌的罹患率 所以我是覺得 大家從這邊來攝取是很好的 除了這些抗氧化物 像類胡蘿蔔不足以外 像櫛瓜這些含有高纖維的 也是很適合 因為高纖也是對乳癌很有幫助 就是可以預防乳癌 另外比如說像有一些人用鷹嘴痘 有些人會說像黃豆什麼能不能吃 第一個黃豆其實 大家想說它不是有直呼性 什麼德荷爾蒙嗎 這樣有沒有那個 反而會降低乳癌的風險 日常生活中攝取一些黃豆豆製品 是有幫助的 至於像鷹嘴豆之類的 它也是屬於豆類之類的纖維膏之外 有一些植物照乾的 也是有助於我們降低乳癌風險 所以我們今天的選擇 大家可以在家裡照著做試試看 而且我覺得主廚很聰明 因為其實我家也很喜歡用胡蘿蔔 可是胡蘿蔔我都是切塊 每一次的料理都是加進咖哩的 結果真是把它變成一個湯底的概念 沒錯 其實胡蘿蔔素它必須是脂溶性的 所以剛剛我油裡面有加洋蔥大蒜 現在再把我們這個湯底放下去炒 然後把它炒出這個香味 其實你把它再弄得就是 焦湯再多一點的話 它就變成很好喝的胡蘿蔔濃湯 所以也可以這樣做 所以它可以做個變化 不知道大家剛剛有沒有看到 就是等一下我們會有個成品 其實這個概念是來自於 我們料理鼠王這個卡通 但是料理鼠王它裡面是全素的 我們今天這個是生雞板 還有加這個魚肉雍質的蛋白質 像我們這個已經煮好 它還有點水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要它水水的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靠它的水分 來增加我們就是煮我們的蔬菜 那現在這個就是一個手工活 手工活 對 我們先把我們的這個 櫛瓜放上去 然後我們的番茄 所以這時候就要開始準備 等一下的擺盤就對了 沒錯 茄子 而且你這邊擺好了 你等一下弄完之後有沒有 就直接端上桌了 非常的方便 而且這道料理我有點放心的是 因為你知道我們在台灣 比較容易買到這種長茄子 然後有一些時候像料理鼠王 他們弄法國是胖茄子 所以其實主廚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種長茄子 其實也可以拿來做擺盤 沒有錯 其實都是可以的 那主要就是說它的配色 然後配色之外 其實像它不同的顏色蔬菜 它本身有不同的營養價值 那當然說你也可以搭配 其他你喜歡的 比如說你喜歡黃色的甜椒 其他的也都是可以的 所以可以去做這樣搭配 那記得我們就是這樣 依序的把它鋪上去之後 最重要就是我們等一下 把它鋪完之後 大家可以在家慢慢鋪 然後我們鋪上去之後 記得要撒一點鹽巴 再調味一下 要給它一點調味 那記得可以放一點這個月桂葉 把它放進去一起煮 會把一些蔬菜其他的異味煮掉 那這邊我們有煮好的 好漂亮喔 還有櫛瓜花 擺中間 然後我們這邊就可以撒上 我們的這些香料 然後最後再來 一點點的蔥花跟我們的黑胡椒 讓它整個色香味俱全這樣子 那我們這道料理就完成囉 試試這道普羅旺斯燉菜 富含膳食纖維的鷹嘴豆 搭配上胡蘿蔔與櫛瓜 異國風味補充類胡蘿蔔素 幫你提高免疫力喔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喔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表達對我們的支持